想和我一颗星光中 把所有的烦恼通通的赶走 趁我的手 在你左右 对你的喜欢 我的好我放流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好笑 这家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猪脑汤了 因为呢我以前都没有吃过猪脑汤 结果一吃发现 恐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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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就是大道城池圣宫 台北蛮出名的一个吃早餐的地方 许多的外国游客也会慕名而来 嗨大家好 我是翔翔 昨天是周日 然后呢我就心血来潮 想说要跟我老公去约会 其实呢就是想要 单独的跟他相处 自从有了小孩子以后 我跟我老公呢都是常常在把这个心思放在小朋友的身上 常常常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呢聊天没聊一会儿就会被我家小朋友给打断 有时候啊小朋友会时不时的问这个问那个 然后有时候呢就是有了小孩以后啊没有办法再像从前那样子可以跟老公呢沉浸似的聊天 其实前段时间我总觉得自己哪里怪怪的 每一天呢都过得很轻松又很惬意 但是就是开心不起来 总是显得闷闷不乐的 有的时候还是会被我家小朋友呢给逗乐 但是总觉得那种开心快乐的感觉很短暂 为了摆脱那种怪怪的情绪 所以我就想说约我老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 在出门之前呢我就提前跟我家小朋友约好 我说妈妈呢明天要约 爸爸呢去约会 那你呢就跟阿公阿妈在家里面一起玩好不好啊 然后我家小朋友就说可以啊你们去吧 反正我也不想当电灯跑 所以我跟我老公昨天九点半的时候就去了大稻城 想说去那边吃古早味的早午餐 我本来是幻想说可以坐在榕树下面吃古早味的早午餐 然后呢可以沉浸似的跟我老公边吃边聊 我觉得跟自己相爱的人呢一起吃早餐 然后聊一些有的没的 我觉得这样子就也很浪漫 嗯有首歌不是这样唱吗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好笑 我每次唱歌都被我老公说 说我会吓跑人家 不过也确实啦 我唱歌都是很闷 然后又会跑跑走音跑掉那样子 真是搞笑 我自己都觉得好笑 约会当天 这里呢就是大稻城慈圣宫 台北蛮出名的一个吃早餐的地方 许多的外国游客也会慕名而来 那今天的话我看到的是现场有许多在地人在这边排队吃早餐 其实大稻城那边很多的美食我老公都有吃过 毕竟他是在台湾土生土长这么多年了 好几十年了 嗯那我的话因为有些也都有吃过只是没有印象 因为毕竟没有在现场吃都是我老公买回来跟家人一起吃 这样子 那我那一天去到现场 嗯其实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那个地方 如果可以的话再给他指修一下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嗯应该会吸引更多的人去那边 后来我跟我老公呢就决定不在那边排队了 我们去了另外一家 也是很出名吃古早味早餐的一个地方 是哪里呢 就是这一家啦 来到这边之后呢 发现排队也是一样很长耶 后来我们就只好乖乖的跟着排队啦 大概排了20分钟 从9点40分左右一直排到快要10点 差不多10几到20分钟 终于有位置我们就坐进去准备开吃 然后呢我点了生肠 我很喜欢吃生肠 脆脆的我觉得很好吃 我老公还点了卤肉饭 还点了拌米粉 还点了白掌鸡 还有什么 哎还有 还点了他们那里的烧肉 红烧烧肉好像是吧 是红烧烧肉 在那边吃早餐呢 我其实有一点点小失望 就是我觉得我跟我老公的距离好远哦 因为他们的店面没有很大嘛 然后客流量又很很满很满 所以为了翻桌率吧 所以就会把桌椅呢 都会拼桌 大家就在一起吃比较省时间 然后我跟我老公呢 就像我刚开始讲的 我其实是想要跟他边吃边聊天嘛 慢慢的可以悠闲的享受一个周末的早晨这样子 结果我跟我老公刚好被安排的那个位置 距离好远哦 没有啦 就是一个桌子的距离 但是偏偏又是那种长方形 然后刚好在长方形的两边 每一次跟我老公讲话的时候啊 脖子都要生了好长 感觉就好像长颈鹿一样 这家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猪脑汤了 因为呢我以前都没有吃过猪脑汤 然后这一次的话我老公就推荐我说来吃吃看 试试看 我就接受啦 结果一吃发现 嗯没有想象真的那么恐怖哎 它真的很好吃 暖暖滑滑的 然后绵绵的 然后也没有腥味 嗯 又解锁了一道新的菜色 哈哈 不过我们这一次去有点可惜的就是 嗯那个鲨鱼烟 可能刚好是切到比较柴的部分 完全没有QQ的口感 就吃起来很像瘦肉 瘦瘦瘦瘦的那种 拆起来的瘦肉 最满意最喜欢的就是它的猪脑汤 然后第二个喜欢的就是它的红糟烧肉 其他的话我个人是觉得都还好吧 总结一下这次的约会 其实我个人还是很开心的 可以跟老公一起出去换游换游 不管在哪里我都很开心 回到家之后 我的小宝贝还问我说 怎么样 这次的约会感觉如何啊 我叫小宝贝真的是好可爱 我跟我叫小宝贝说 嗯 下次约会要找一个环境更好的地方 我好像不应该带我老公去那个地方 因为那边的地方很多食物他都吃过了 然后回来之后啊就呼呼大睡 然后好像还有一点点小感冒的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被晒中暑 但是那天晚上我帮他刮杀 就感觉好像并不是中暑 今天早上起来呢 我们老公也说感觉鼻子还是毒毒的 我就想说 我是不是下次还是自己去吧 不要约老公去了 毕竟这大乐天的 他最怕的 他最怕的就是大乐天了嘛 然后我叫小宝贝还说 还好我没去当电灯泡 要不然在这边又要排队等 又要被阳光晒的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吧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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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